这就是虚妄杰作吗 哎呀 手里面的金也不在 顿时不香了呀 天呐 这超美的卡面 呦 让下面的金也不在 情意和堪呀 再看这专属的王座 还有这女王的压迫感 哇 再加上绝美的两种形态 自带华丽的变身效果 哇 不行不行 感觉必须要拿下呀 姐妹们 太绝了吧这也 我已经激动的 说不出来话了呀 好的好的冷静冷静 咱们仔细分析啊 这个皮肤吧 首先是这个开场动作 很有意思 你们看 我们知道调王师 是一个两个姐妹的恋香师 所以啊 这个到底是姐姐 还是妹妹呢 然后在她成功的变身之后 可以注意到这个细节 哎 有一个貌似灵体的东西出现 然后拿到这个香水瓶之后 咦 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在这种一真一假的过程中 调王师的真实身份啊 就比较的难猜测了 你们觉得这个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呢 不过我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那就是小伙伴说 可能这个短发和这个长发 他们就是两个人 两种形态就代表了两个人 所以啊 这个虚妄杰作的皮肤 有可能是两个姐妹的一个整体结合起来的一个展现 这样的话 哎呦 真的很用心的呀 那再说回到这个建模 有人说他的长裙脱尾那么长 会不会有点影响六回体验 但是有一说一 如果没有这个脱尾的话 我感觉可能会没有那么吸引气十足了 多么意思吗 那么飘逸 就是虚妄杰作这个皮肤的感觉就出不来了 然后呢 皮肤再慢慢的闪着光 这个专属的王座 有人说可能是他的披风 给竖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你磕了那么多筋 一个虚妄杰作的皮肤 有一个专属的椅子 好像不过分吧 使用香水技能也非常的梦幻 受伤之后直接变成短发形态 然后再回溯满血的瞬间 长袍加深 兄弟们姐妹们 我觉得就冲这一点 就很直啊 这个皮肤 哎呀 所以你们觉得 这个皮肤到底在转盘里面 要转多少次才能转出来呀 哎呀 我感觉一个保底筋脾2500 是不是不太现实啊 至少要三到四千左右吗 但是我又觉得不太值了 如果那么贵的话 你们觉得呢 多少的价位 你们才能接受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 你们想要把 尝试的虚妄杰作 希望大家都可以冲到他 加油加油 加油呀